The Chinese Filipino Business Club Incorporated and its College Scholars held a 2024 tree planting project. 菲华工商总会领导和点亮未来受助生举办第四届植树活动。 菲华工商总会文教委员会领导带领点亮未来受助生发起保护环境守护地球的使命。 经多次讨论,确定植树造林是当前减缓全球暖化、减少气候变迁的首选方式。 文教委员会主任曾幻梅、副主任刘勇丹及西文秘书梅西卡亲自前往济顺市拉梅萨分水岭 与环境与自然资源部国家首都地区办公室森林负责人员兰萨罗特商讨细节及勘察地形环境 以便进行植树造林活动。 2024年6月16号清晨5点,执行副理市长曾国强、文教委员会副主任刘武丹、庄南文、 青年企业家委员会副主任杨嘉玲、公共资讯委员会副主任施慧平、 理事、陈博才、许纯维、杨锦成、蔡惠康等率领120余位点亮未来受助生及学友会成员。 乘坐两辆大巴前往济顺市拉梅萨分水岭。 环境与自然资源部国家首都地区办公室、济顺市政府气候变化适应处、 公园发展及管理处接派人员出席支持该会的植树活动。 该会媒体伙伴、非洲电视台亦全程跟拍进行报道。 执行副理市长曾国强、文教委员会副主任刘牡丹和理事许纯维分别致辞, 向参加活动的点亮未来受助生说明此次植树造林的意义。 随后,环境与自然资源部国家首都地区办公室指导人员塔布兰特向大家说明植树步骤及注意事项, 然后发放1200株菲律宾国树、纳拉树苗。 当天早上下了一阵小雨,山路泥泥,又挽圆曲折,所有参与者均身着雨衣,脚穿雨靴,全副武装, 竟然有序地缓缓前行,他们步行了30多分钟才到达植树区。 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大家分成几个小组,寻找事先挖好的坑,开始植树, 放置树苗、附土,再寻找下一个坑,直至把所有的树苗都栽种好。 植树完毕,大家回集合地享用丰盛的早餐。 理事长黄书伟捐赠了防晒臂套,副理事长施音音捐赠了防文业, 董事兼文教主任曾范梅捐赠了雨靴,文教副主任刘鲁丹捐赠了雨衣和手套。 理事徐晨为则协同急救人员为大家提供紧急救治服务, 使本次的植树活动得以顺利圆满完成。 该会于疫情前已成功举办过三次植树活动, 今年是第四次用行动来维护生态,对抗暖化,守护地球, 为人类尽一份心力,期望透过举办植树活动, 推广爱护大自然,发挥公益爱心, 让更多的人了解环境保护的重要。 Chinaton News,非中新闻台,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